现在的人生无常啊 我告诉大家一件真的事情 就在八月四号的晚上 黑龙江加木斯有一对新婚夫妇在路上开车 他们两个开得好好的 结果对面有一辆卡车 这个司机喝醉了 他开着车摇摇晃晃的过来 居然一下子就撞了他们的小汽车 这对夫妻当场身亡 刚刚结婚了 所以大家想一想 人生无常啊 一对夫妻还没有开始幸福的生活 就已经没有了 看看我们今天还能活着 还能这么好的听闻博法 还能开开心心的跟所有的人打招呼 这就是知足啊 要尝快乐啊 人生无常 生死无常 人不能整天活在侥幸当中啊 哎呦还好 哎呦还好 因为人的结非常的多 所以佛经上经常讲千结万结 就是说很多的结难啊 比方说三六九都是人生的结 谁都知道碰到九就是一个大结难 所以只有行善的人 积德的人 你才可能躲避灾难 所以传统中华文化当中说 一善消百灾啊 想一想 如果你每天行善 每时每刻积德 你每分每秒修心学佛 你一定远离灾祸 获得心中安详 菩萨护佑 你一定能够平平安安的过一生 这就是经常我们讲的好人一生平安啊 所以你的心中要长存的佛性 你会消灾解难 脱离人间的烦恼啊 很精彩的一个佛陀当年的故事 佛陀当年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回顾到印度的古印度的时候 当时呢 佛陀在舍卫国 大家在经文上都看见 佛陀在舍卫国当时的时候 当地呢 有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人 这个年轻人 只有二十岁出头啊 他已经情奇书画样样精通 情是会懂得弹情啊 奇是会得下奇啊 那是一种文人高雅的东西啊 书会书把呀 又会画图的 所以甚至这个年轻人 只有二十岁出头 连医学都很精通 但是他学的越多 他觉得自己越不满足 觉得自己太少了 因此他不快乐 他发愿要把天下各种的记忆都要学会 这位年轻人 这位年轻人就到处的拜师参学 他什么都学 从穿衣服开始学 他就成为了一份很好的裁缝师 他又学饮食方面 成为一个很好的厨师 这个年轻人聪明很聪明啊 他有其他的记忆 别人不会的 他都会了 但是他还觉得不满足 他觉得哎呀 我要学更多 还是不开心 不会太多 于是他又立志要游学于天下 就是我要到全世界 他认识的当地周围的国家去跑一跑 去探究百公技艺 就是说一百样一千样 就是这种技术和工艺 他离开守卫国就开始出发了 他看到有人在做弓箭 那种弓箭 虽然看来很简单 但是制作人的手艺 非常的精巧 三下两下就把一张弓居然弯成了 而且每一支的成品尺寸都是一样 他在边上非常的惊叹 他觉得这个手艺我应该学 有朝一日 如果有人来侵犯他 自己也可以有个防备 他很用心的学 没有多久 果然被他学得非常非常的精巧 而且手艺和师父一样的精美 于是呢就离开了盖处 接着他看到有人在雕刻 他一看 哎呀这么精品啊 雕刻多好啊 所以看着一块烂木头 居然可以刻上栩栩如生的龙啊 缝啊 哎呀他说这个手艺好 于是他又潜心学习 过了一段时日 他学会了一手雕刻的好手艺 这个人很厉害了吧 学成之后 他又离开了 半路上看到有人在造船 造船 他觉得自己 我在陆地上的各种技能 我都会了 但是呢 啊 我在海上 水上的技能 我还不会 他就开始学造船了 过了一段时间 造船的技术 他也学会了 前前后后 总共架着船 居然游历了16个国家 这个人也更厉害哦 保学了各种技艺 回到社会国了 年纪已经很大了 他升起的功高我慢之心 就是非常骄傲 觉得自己 全世界的本领 基本上他都学会了 自认为啊 百公技艺 他无所不能 什么都会 所以他就贴出个告示 邀请别人 赶来比赛嘛 想借持展现一下他的特长 这个时候告示一贴 佛陀知道了 佛陀就来到 来我们去拜访一下他 带着他的弟子 到了这个年轻人的住宿 住宿 然后呢 年轻人远远的看见 佛陀和几位弟子到来 因为他不认识佛陀 他呢 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看见过各种各样的人 连国王他也见过 但是他从来没有看见过 如此庄严法相的人 你们到庙里去看看 这个释迦牟尼佛 你看他的法相庄严嘛 你看他的头发都卷的 像你们现在刚刚想起来 去把头发卷一卷 人家2500年已经这么漂亮了 对不对啊 佛陀非常庄严 但是你们也不要因为我今天晚上讲了 明天跟自己先生说 你看 我们佛陀都卷头吧 我更应该去卷 记住了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呢 非常看见佛陀的服装 和头上那个圆顶啊 非常的庄严 他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 怎么这么庄严呢 他很好奇的就走过去 走到佛陀那里 看见佛陀的庄严法相之后 内心哇 一下子被震住了 突然之间就不大动 盯着佛陀看 不由自主的就合着了 就向佛陀走过去 他说 请问您从何处来 不知道您是什么身份 是做哪一方职业的 他问佛陀 你是干什么的 佛陀回答 普天之下 靠竹林的地方 弓箭也自然行胜 就佛陀说了 有竹林的地方 弓箭也就比较殊胜 靠林区的地方 雕刻业繁荣 林区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木头啊 它雕刻也很浮荣 近海之地 就是靠近海的地方呢 造船也兴旺 造船非常 非常兴旺 而我从事的是调心 调身的工艺 开玩笑 他说我是调心 调身的工艺 那个人从来没听说过 有什么调心 调身的工艺啊 他觉得很稀奇啊 他说天文地理 琴棋书画 我样样都会 却没有听说过什么 有调心啊 调身工艺 请问怎么调法 他问佛陀怎么调法 结果 佛陀说 比如 五戒 十善 六度 四地 或者是四禅 三解脱 这些都是调心 调身的功夫啊 年轻人从来没听到过这些话 突然之间一听 哦 调心 哦 有这么多东西 五戒十善 从来没听到过 然后呢 他呢 这个年轻人就问了 不知道五戒十善是什么 四地六度又是什么 何谓四禅三解脱呀 他什么都好奇 他不知道 好奇 这个人非常好学 佛陀就很慈祥的说 天下的米不是一个人能吃得完的 天下的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完的 一定要相互帮助 时时抱着感恩回馈众生之心 若能实时地感恩众生 感恩父母 感恩天地 你的心自然能够具足五戒十善 然后 深入四地的道理 立行菩萨的六度 广结善缘 发挥佛菩萨的大慈大悲的心 利益众生 年轻人听了 我知道 鼓掌的少了很多 因为也没听懂啊 现在鼓掌声音多一点了 是假装听懂的 我呢 如果你们要听 我待会就把这个大概的给你们解释一下 好不好啊 我先把这个故事讲完 年轻人听了之后 心境豁然开朗啊 那种境界真美 他就向佛陀 请求归依出家 这位弟子很精进 没有多久就证得了 阿罗汉国 佛陀说道 天下的事 不是一个人做得完的 世间的米 也不是一个人吃得完的 所以我们学博人 一定要有感恩心啊 如果天天能够感恩 天地万物 感恩我今天有穿 感恩我今天还有饭吃 感恩父母亲养了我 从我出生 这么多的医生 护士在帮助着我 一个人的成功 靠的不是一天 是靠的众生缘了 这样你天天是好心 时时是欢喜心 面对社会上 不管有什么苦难啊 烦恼的发现 你都能有感恩心 进退自如 而享有美好的人生 明天下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